各位果皮工作室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潘如 好长时间没给大家见面了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两个主题 一个是关于荷兰的一个建国的简史 为什么要讲荷兰呢? 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 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所以它的历史对后来的人类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借鉴 还有一个是想讲欧洲的中世纪简史 本来我是先想讲荷兰的历史 尼德兰的历史 但是由于荷兰是属于欧洲的 不把这个背景介绍清楚 我觉得大家接受起来比较困难 所以我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 我先把这个欧洲的中世纪史给大家来讲一讲 让大家来热一热 我争取用这些简显的语言 诙谐语言 让大家能够跟我一起回顾这一段 欧洲的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的历史 那所以呢 我今天开始讲的是中世纪简史 因为中世纪它主要是指的欧洲的中世纪 实际上这个名词 我们摆脱这个欧洲中心史观来看 在旧大陆的各个社会 它的中世纪都是以一定形式存在的 并且现在的旧大陆的很多社会 它还处于中世纪 因为它不具备现代社会的一些特征 所以呢 欧洲的中世纪历史呢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云里雾里 就是听咱们这个官方教科书讲的 黑暗的中世纪 一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当他们的这个特点是 社会结构崩溃 没有统一的这个民族国家 处于一个基督教社会 罗马公教的一个管辖之下 民众生活困苦 瘟疫频发等等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历史观点中 那是黑暗的中世纪 那么这个中世纪究竟黑暗不黑暗呢 那就听我畏畏道来 我今年的这个讲座时间可能比较长 因为欧洲中世纪的时间是从公元五世纪末 到公元十五世纪 有一千多年的时间 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专题 放到我的这个油管视频里面呢 因为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欧洲中世纪本身 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我们去了解欧洲的中世纪历史 因为它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 它的文化艺术都是非常令人神往 第二是探索中世纪的起源和社会发展形态 我们能够更加深度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发展来的欧洲近代社会 从某个角度讲 人类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 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 所以我并不同意二十世纪的一个主流观点 他们的主流观点就是 近代的欧洲社会转型 是建立在古典文明 也就是希腊罗马社会 与文艺复兴的巨大断层线下实现 就是说在罗马社会崩溃之后 一直到文艺复兴 这个大概有将近一千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一个空洞 是一个黑暗的种时间 这个观点我并不赞同 那么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 近代西方社会转型 起源于公元15世纪的文艺复兴 和我尽量说的 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 把这三个标志性的事件 作为世界近代史的看断 我们在全球史上的一个开关 它是用一个地理大发现 来作为一个开关的 戈人物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 这个是一个人类的世界观 重新定位的问题 所以它是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那么在传统史学家的眼光中 西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末 公元476年崩溃 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大退步 也就是人类文明的大挫折 因为古代罗马承载了太多的 文化政治艺术的辉煌 而这种古典文化 在15世纪的恢复 主要是指文艺复兴 又是一种隐能注目的进步 在文艺复兴之后 而存在于这两者之间停滞不前的 中世纪 则以哥特式的蒙龙建筑 野蛮状态 暴力 及僧女般的迷信为特点 延续了一千年 那么我们这样说 黑暗的中世纪主要有 这样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传统史学界认为 中世纪的文化远远低于古典时期 也就是希腊罗马时期 和近代世界的文化 也就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文化 第二个原因是 近代文明直接承接了古典文明的根基 逐渐承接了理性主义 就是古典希腊的哲学 而中世纪的生活 基本上是近代社会成长过程 之前的一个脱轨和错乱 也就是说中世纪和近代社会 是没有太多关系的 就是原来的这个看法 公元15世界中要改革和文艺复兴 真的是波乱反正 使人类社会走向正轨吗 我们摒弃中世纪的这种思维方式 回归古典文明 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仓促的 并且是主观的 所以在我的讲座中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一些 学习思考和看法 来重新定位 欧洲中世纪的史学价值 这是我们为中国转型 为中华社会 这样一个具有中世纪明显特征的社会转型 提供一些借鉴 跟各位互动共勉 好了 我今天的讲座就开始从罗马帝国的崩溃开始谈起 如果需要看书的朋友 你可以看一个罗马帝国衰亡史 有个简本 这本书是几本写的 这本书非常有名 我大致翻了一下 罗马帝国的衰亡不仅仅可以被视为一种古代文明的终结 而且又被视为一种新的文明的开端 用传统的标准来判断 欧洲文化在罗马帝国衰亡的几个世纪后 都是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的状态 然而重视在这种艰难野蛮的而且有各种过失的混乱社会中仍然孕育着一股强大的潜力 比起它所取得的缺乏创造性的后期古典文明 主要指的是希腊化时期 古典的后期就是希腊化时期 就是随着亚历三大远征之后带来的近东和中东以及远东的部分地区 没有中国 它的希腊化 凡是被希腊化的地区 它都或多或少的汲取了一些古典文明的精华 因为古典文明的核心在古典希腊 在于它的古典哲学和理性主义 那么这个中世纪后来承载的是一个更能够发展 更能够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和挑战的一个社会萌芽 这种萌芽开辟了近代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 也就是孕育了近代的辉煌的一个社会传型 它包括几个东西我们以前提到过 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 这个几个是相互一成的 用我们东方的视野来看 好像只要解决工业革命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强国了 其实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它是一系列的社会转型 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欧洲历史上唯一存在过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 它影响人类历史是深远的 主要有四点 我来总结一下 首先是罗马对于希腊化思想的继承以影响 这方面其实说重要也不重要 但它的影响并不是很深远 为什么呢 因为罗马他的建议 是建立在一个军事政府的基础上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现代的意义的国家 它的管辖 它的扩张 都有很多精彩的军事战争的故事 这个在后面再讲 但是罗马真正继承希腊化的东西的因素要素 是一些看得见的东西 比如建筑艺术它是继承的希腊 但是希腊中最精髓的东西 我前面提到过古典哲学和理性主义 罗马继承的并不是很完美 这个在我们看罗马史的时候就知道 罗马它继承的还是一些宏观上的东西 真正的这个形而上的东西 古典哲学 这是古典文明中最最辉煌的东西 罗马继承的非常有限 但是罗马社会崩溃后八百年 有一个人 有一个大哲学家 大神学家 他首次将柏拉图的理性主义 与基督教的价值系统融合 这个人就是13世纪的著名的神学家 托马斯·阿奎拉 他在他手上才融合 这个融合的时候 罗马帝国早就灭亡了 已经13世纪了 他已经灭亡八百年了 所以这个跟罗马继承古典哲学 基本上是没有太多关系的 好 第二个我们来看 西纳和东方的文化体系 社会体系 对于罗马帝国西半部的野蛮社会的影响 当然我们要注意 这个当时的一个格局是 罗马一分为二 东罗马他在西罗马灭亡之后 他又延续了一千年 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在拜占庭 它的城市的名字叫君子坦丁堡 就是罗马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君子坦丁大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建设的这样一个堡垒 君子坦丁堡 扼在黑海海峡 这个土耳其海峡之上 这个城造得非常坚固 号称千年帝国 果然东罗马就靠这个城支撑了一千年 他一直到1453年 才由伊斯兰兴起的穆罕默的二世 就是阿尔斯曼土耳其帝国 穆罕默的二世 将其攻克成为一个拐点 非常著名的一个拐点 因此直接刺激了欧洲人的大航海 这个是后话咱们不说 东罗马帝国在这一千年之中 它的文明程度始终是高于西方野兰社会 但是西方野兰社会 却从罗马帝国的崩溃之后 来吸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后来支撑 中世纪一千年之久的一个神学社会的系统 这就是基督教社会的建议 我们知道基督教在早期在罗马帝国传播 它并不是一帆风生 基督教在早期三百年的时间里 基督教是受到罗马帝国历届统治者的残酷打压的 一直到了公元三百一四三年 军斯坦丁大帝在一次战役中 因为好像感受到了耶稣的祝福 他赢了这场生死之战 然后他把基督教通过米兰设定 设定为罗马帝国的国家 这是公元三世纪的事情 当时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已经传播了三百年 但他一直是受官方打压的 之后开始他的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开始逐渐形成基督教特有的教会社会 这个是我讲的第二个 第三个是罗马悠久的共和的历史和罗马的政治建构 对于传播文化以及使人习惯于一个单一的大一统政府 让欧洲的后人始终在意图恢复古罗马帝国的辉煌 很多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们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恢复古代罗马帝国的高达上 这样一个版图 包括后来的很多征服者 公元八世纪的查理曼帝国查理大帝 法兰克王国的君主 还包括公元十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托大帝 神圣罗马帝国我们听他的名字 看了他就想恢复罗马 这个帝国很有意思 我后面再讲 那么这些所有的图腾 包括到近代 这个拿破仁和希特任 他们也像在欧洲大陆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 当然这个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说明欧洲人他一直在幻想的这个大统一帝国 罗马帝国是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当然现在欧洲有个欧盟 他可以看成是罗马帝国的200版吗 我们拭目以待 第四是将古代希腊文化传播到伊斯兰的穆斯林手中 在亚里山大远征之后 在希腊化之后 穆斯林还没有产生 穆斯林社会是在公元七世纪才产生 这个还有个将近一千年的孕育时间 这个孕育时间就是在这个静东产生的第二大宗教 我们知道静东它不是哲学产生的地方 它是神学系统产生的地方 宗教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产生于静东 那么这个穆斯林在人类历史上 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做了一个二传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希腊化之后 古代希腊大帝亚里山大远征 他把希腊的文化艺术哲学传播到世界各地 已知的世界 他没有跨过喜马拉雅山 没有到远东中国 也没有跨过白云海峡到白美 当然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文明梯度 也就是说在亚里山大征服过的地方 希腊化的地方 它的文明程度始终是受到希腊的影响 就是它被扒高了 而远东由于没有受到希腊化影响 我曾经在我的个人专辑里面讲过了 远东处于旧大陆文明传播路径上的最远端 也是最后一半 所以它的价值是最低的 那么所以更不幸的就是 这些白美的印尼安的原始文明 他们被旧大陆隔开了 所以当十五世纪 欧洲人第一大发现之后 他们的文明还处于青铜时代 然后我们知道 欧洲已经开始静代化了 已经马上开始社会革命 工业革命 他们还处于青铜 他们铁器都没有 所以它的层次唱得太远 这不是一个文明等级的较量 所以后来的阿斯特克跟印加 都被西班牙殖民者给灭亡了 我们回来 这是我所讲的三个 一个是罗马 它并没有继承希腊化的最重要的东西 古典哲学 第二个是 希腊罗马社会的文明体系 对古罗马 西罗马帝国的遗留下的野蛮社会 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基督教 那些古代的蛮族 他们最后成为文明国家 百欧的海盗 日尔曼的幽默民族 包括英国现在的 安格勒伯人 萨斯顺人 苏格兰人 他们当时都是幽默民族 他们成为文明社会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基督教社会的改造 一千年 第三 就是罗马的国家图腾 成为欧洲 这些霸主们也好 君主们也好 君子家们也好 他们永远的梦 成为一个白日梦 乌托邦 他是不可以复制的 第四 古典文明在穆斯林手上被接纳了 并变成了二船 问题是穆斯林 他并没有把这个古典文明进行深加工 也就是他们老老实实地做了一次二船 在我的印象中 穆斯林在穆罕默德先知之后 只有三个著名的哲学 但他们都是公元十世纪 十一世纪 十二世纪的人 就是公元十二世纪之后穆斯林就再也没出过哲学压了 这个跟哲学家辈出的欧洲来比是无法比拟的 欧洲的哲学压实在太多了 我这也不举例子了 就是说穆斯林他没有对理性主义进行过加工 他就是复制 这个复制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知道欧洲后来的混乱导致了西方半壁的欧洲社会 它处于一个混乱时期 它还甚至发动了十字军远征去远征耶路撒瑞 那么在这个罗马帝国东半边就是这个 拜代陵帝国 他也接受了基督教 不过他接受的基督教不是欧洲社会的天主教 不是以罗马为中心的罗马公教 他要以自己的形式来搞一个 正教分离的社会 所以他的君主地位是非常高的 但他的宗教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一些次序 他变成了东正教 东正教就是从拜代陵帝国开始 东正教 那么就是说在宗教信仰上 西方西欧和东欧也是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 那么到了这个公元七世纪之后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版图了 而西欧是基督教 罗马公教 天主教社会 而东欧是 东正教社会 后来这个东正教 传播到了 不是波兰 传播到这个 俄罗斯 传播到这个乌克兰 它是这个东欧 东正教化 而在这个近东和中东 它形成了 伊斯兰社会 由于阿拉伯帝国的统一 因为阿拉伯帝国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阿拉伯帝国的统一 所以它伊斯兰史上 也出现过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这个也成为现在穆斯林的乌托邦之梦 我告诉大家 这个大统一帝国在人类社会上是非常难的 大统一帝国唯一成功的就是远东 而远东成功的代价是什么 我非常清楚 代价是上师的个人自由 上升了社会发展的空间 上升了文化科学和哲学 它一切的升级人民都没有了 这个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我把这个罗马帝国的影响人类文明史的四点给大家说了 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 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虽然没有产生伟大的哲学体系 但是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地域的统一帝国 他们为后来的行政规划 为后面的很多的公共政治 提供了很多的拷贝 我们现在很多的东西都来自于罗马 议会 共和 政府 公共建筑 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罗马社会 罗马人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 他们创造了一种可以输出的文明 并且通过宏观的建筑和书面的文字表达下来 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 就是他们把这个基督教系统化和这个理论化 通过拉丁文字来讲这个 早期的基督教 然后成为一个社会的成熟的东西 所以早期的这个神学都是著作 都是用拉丁文字 现在读神学家他必须要学拉丁文 就是古代的意大利 那么我下面要跟大家谈到的是这个中世纪文明的一个脉络开端 它不是一种外来文化 而这种文化它还是从欧洲社会的本身的杀战而形成的 我们要从这个马其顿大帝亚历山大开始 公元前334年 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当时是一直和古典亚历城邦相对立的一个统一帝国 而亚历城邦是一个自由城邦组织 他们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两三百年 而这场战争以亚历山大他的几乎是超人的军事才人 他打败了百万的波斯大军 将波斯帝国摧毁了 那摧毁之后 他们灿烂的希腊文化 他本身也是哲学家 亚历山大是亚历斯多德的土地 清泉弟子 传播到他征服的所有地方 那么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应该可以说这次征服是对人类后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这次征服又为后来的短暂的 因为他的帝国存在时间不长 很快他去世之后 他帝国就崩溢了 但他在亚历山大去世之后 罗马开始崛起了 在古代希腊亚德里亚海对岸的希腊殖民地 然后开始了罗马文化的发展 那罗马的早期呢 在公元前两百年到公元一世纪 他们都是共和国时期 他们没有这个君主 他们的主要的行政都是通过元老院来实现 一直到公元一世纪 罗马帝国的真正的地道者 就是奥古斯都凯撒 他就一直维效仿着亚历山大 他不是凯撒大帝的凯撒 他是凯撒大帝的养子 波大维 他向往亚历山大 然后不断地加强君主集权 他成为一个伟大帝国的统治者 开始尝试着在欧洲的君主专制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罗马帝国的这种庞大的地域 他没有发展出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加天下的格局 他的多民族多文化很难实现这个统治 所以他的皇帝的权力到后来 到这个后期的时候 如果君主才能高一点 他还可能掌控局面 君主才能低一点 那就完全就是被能摆弄了 但是这个中国社会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社会他的皇帝是这个世纪的 但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不是世纪 他有的时候由元老院决定 有的时候御灵精决定 最后就是御灵精决定皇帝的归属 皇帝他不是传给儿子的 他传给他的子定籍权人 子定籍权人一般是养子 在罗马帝国 在西罗马帝国后来的两三百年帝国 那么这个时候 公元一世纪的这个世界版图 我们打开的话 可以看到东西小乡护印的两个帝国 一个是从英吉利海峡 一直到这个东国平原 有一个面积超过三百万平方公里的罗马帝国 当时东西还没分 东西还没分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位于远东的 面积也超过三百万 统一的公元一世纪 汉帝国 东西帝国 要向护印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罗马帝国 他能够获得这个军事胜利 能够打下这么大一片土地 还有很多可取之错 那么当时他们罗马的主要的对手是谁啊 看过军事史的朋友都知道 是菲尼基人在这个北非的一个殖民地叫加泰基 这个民族是经商的 加泰基有一个军事将领叫汉尼巴 这个汉尼巴实在太厉害了 他打仗是如如无人之境 他曾经有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 坎尼战役 以少数这个加泰基军全歼罗马助力兵犯 这个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战役 那么罗马最后能够把加泰基彻底打败 还有很多的因素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 我认为是罗马人通过改革 税收制度 军事制度和战术体系 使他们赢得了地中海霸权 地中海霸权是支撑帝国的一个基础 那么罗马共和制的元老制度 执政官制度和军事 将领的选拔制度 使罗马军团能够所向拼移的关键 公元前27年 奥古斯多凯撒在希腊马其顿帝国的议会中 建立了欧洲历史上 迄今为止的唯一的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 但是统一之后 它作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宿命 那必然是崩溃 因为在古代社会 没有任何一种成熟的政治哲学 社会管理和一形态 可以长期维持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军事帝国 用汤英比的话说 罗马帝国把整个希腊社会都并录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共同体 这种现象之所以显而易见 是因为它与罗马帝国兴起之前 希腊化社会分散的地方性国家 这一点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同我们现代西方社会迄今为止 一直分裂的为众多地方性国家形成的强烈的对比 这个是汤英比在历史研究完成之后 完成六年之后 欧洲共同体产生 就是欧盟的前身 汤英比还认为 在古典后期 希腊罗马社会逐渐失去了创造力 创造力在历史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 他认为社会转型的一个动力来自于创造力 而远东社会的汤英比说是停滞性社会 停滞性社会的原因在于它缺乏的创造力 并毫无疑义地处于衰退状态之中 罗马社会的建立 组织了这段贫废的一段时间 但其最终证明 这是无药可解的病症 摧毁了希腊古典社会的同时 也毁掉了罗马帝国 有时候汤英比认为 在公元五世纪是整个古典社会的终结 就是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后五世纪 这个长达一千年中的 我们称为古典社会就结束了 古典社会结束之后 就是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 就是我现在要讲的主干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东方史 看看华夏的历史 它的结构大致是可以稍微移 就是说我们的古典社会 没有欧洲这么长 因为我们在公元三世纪就统一了 统一之后应该就可以成为是中世纪了 就是从公元三世纪 就是从公元三世纪 就是从公元三世纪一直到这个 如果说是这个文化上和哲学上 现在华夏还是中世纪 如果从这个政治结构上来讲 我们现在是现代极权 共典党它是也是西方社会来的 应该是到1949年 作为一个中世纪的结束也好 不结束也好 反正中国的中世纪还在延续 当今的史学界通常把公元五世纪末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作为人类古典文明的终结 而且以上判断具有广泛的全球实验 无论是在西欧地中海中东还是远东 各文明体系中几乎都同一时期结束了黄金般的古典时期 归根结底 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和社会 都不可能单单依靠军事力量来长期维持下去 多民族国家需要太多的政治哲学 信仰力量的支撑和文化身份论 我们注意了在远东社会 它没有信仰力量支撑 它依靠的是孔子的儒家的这套东西 大一统的结构 伦理结构 它维持了这样一个统一帝国 觉得它也挺难的 代价是什么 我在我的专辑中说过 就是王朝循环 看似很稳定 其实一点都不稳定 因为相对于这种军事力量的统一而言 文化和信仰的力量才是持久的 并且是更加牢靠的 罗马帝国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最高形式 它的文化也是古代社会的一个顶峰 那个记忆中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庞大帝国 当然永远是欧洲后世君主的渴望不可及的目标 从查理曼到阿尔托伊士 到拿破仁 还有希特勒 我举一个拿破仁的例子来说 实际上拿破仁的法兰西第一帝国 它的毁灭正是它的文化使命 因为它所支持的观点 从客观意义上来讲 是正在发展的现代西方文化的表现 拿破仁客观上摧毁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它摧毁了长达一千年的神圣洞瓦帝国 它也促进了这个德意志民国的统一 也就是后来德国 德国统一之后 我们知道 后来就有两次大战 有了现代的国际秩序 拿破仁的使命就是要为处于西方基督教社会中心的城邦的次社会 提供一个次统一的国家 这个没有成立过的一个短暂的拿破仁帝国 我们把它称为叫拿破仁心中的法兰西神的罗马基督 还是照搬下药 还是同样的衣葫如花瓢 因此我今天把我的这个讲义重解一下 因为实在太多话来话去 没有历史基础的朋友们听起来一样 实在是太困难了 所以抱歉 因为是一个提纲式的东西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是始于公元前六世纪 长达一千多年人类古典文明结束的标志 同时也是欧洲中世纪史的开端 我们通过重温这长达一千年的欧洲中世纪简史 不但要为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寻找何为转型障碍 也为重新挖掘和探索西方文明深厚的文化和信仰底蕴 提供我们丰富的内涵 那么欧洲中世纪留给人类最大的遗产是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信仰的力量 所以请听下集 基督教的发展与传播 谢谢各位 我是潘如 看栏目的提供 看栏目的提供 咖啡目的提供 咖啡目的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